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美嘉賓仍然是Hannah 有事想問的話,歡迎大家擁有打電話和傳電話給我們 Hannah,我想和你看看南方航空1055 它公佈了半年預計半年的外匯收益高達13億人民幣 見到股價今早已經是逆市升了超過2% 現在股價升了2.33% 最近是5.26% 它預計人民幣每升值一個百分點 將會為公司帶來5億人民幣的盈利 怎麼看這個新聞? 市場上都頗利好這個消息 之前說過內地的航空股好像一般 自從發生高鐵之後,表現都越來越好 對於航空股在今年第三季可以看高一線 在一般情況下,當你美元下跌 即人民幣升值的情況 對航空股主要帶來兩個益處 第一個益處是航空股的美元負債比較高 當你人民幣對美元有一個升值的話 意味著它可以錄得一個匯兌的盈利 而第二方面,航空公司買油方面 也跟美元方面有少許關係 當人民幣升值的話 意味著他們買油方面 其實都可以有一個類似是折債的情況 所以航空股一般來說 當人民幣升值了1%的話 即是看航空股整體來說 的毛利率可以增加0.5% 所以說整體來說 其實航空股在今年來說 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大環境下 其實都是有利的 即是這麼多隻航空股來說 如果你說單對 就是人民幣方面的敏感度來看 你說看南韓方面的敏感度是最高的 因為本身來說 公司它持有的一些美元負債 金額來說也算是最大的 所以在今次來說 你說看南韓的管理層也披露 說未來方面 下半年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話 將會為公司帶來 約13億元的匯兌收益 你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看同類包括東韓和國韓方面 預計都可以 就是有一個比較理想 挨近10億左右的匯兌收益 當然如果看這麼多隻股份來說 如果說股價是比較強的話 就要數回南韓 演家團來說 看到股價方面 也是站在20天線上 短線來說 有機會進一步挑戰 5.4的前高位的阻力位 如果一旦突破了5.4的水平的話 基本上整個形態上 可以做一個平頂的三角形 你說類似的一個是 量度升幅就可以了 就是進一步上網 就是6.4的水平 現階段來說 如果第三季要買 就是買一個板塊 是相對強勢的話 我會選擇航空股 我們看看整個板塊 現在最新的表現是怎樣 看到東方航空跌0.86% 接近3.44 跌3先 中國國航跌0.7% 接近7.75 跌6先 南方航空方面 剛剛提過 升2.3% 接近5.26 升1.22 他們的財務總監徐傑波對媒體表示 油價上升仍然是航空業面對最重大的挑戰 加上內地實施原油對沖的新條例 雖然南韓年初時可以重新對油價作出對沖 但他說近期油價波動都很大 雖然南方航空現在沒有相關對沖的計劃 以我所知 不少的航空公司也有對油價作出對沖 平衡油價的高期 原來他是沒有相對的計劃 其實會否對公司帶來一些風險 基本上內地三大航空公司 除了南韓之外 另外兩間公司都有就油價方面進行一個對沖 當中對沖比率比較高的一間公司 就是國行 但你看回南韓 雖然他沒有做燃油方面的一個期貨對沖 令到油價上升的時候 對公司的盈利打擊是最大的 但我自己倒轉去看 看回內地方面 似乎有做對沖的兩間公司 包括國行和東韓 由於你看回他們本身來說 對沖的技巧似乎不是太過成熟 再加上油價的波動性 的確在這兩年來說是比較大 令到過去來說 就算是有做對沖也好 都因為對沖合約方面的一個虧損 而拖累到整體方面的業績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相反來說 甚麼都不做的南韓 他的表現是最好的 除了對沖之外 說的是另外一些 例如你說基本因素 其實看回南韓看到 就是有一個陸續的改善 你看回過去的1月至7月來說 你看回本身來說 就是整個內地的航空業 看回它的客運量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增長 而當中表現得比較理想 就是要數回南方航空 所以你說看回 客運量方面 你上載加上 真的持續看回好 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說這三隻航空股 如果要選一隻的話 我自己首選都會選一隻 就是南韓的 好 剛剛提起油價 不如說一下油價 跟南韓的財務總監的說法一樣 近期油價波動得很厲害 但在大陸的情況下 其實油價怎樣看呢 是很難估計的 有時 我想它跟金價的走勢 都不是這麼掛勾 是嗎 沒錯 看回油價方面 它的走勢主要受到 兩大因素影響 第一大因素就是 市場一個投資情緒 近期來說 美國方面的經濟數據 不是做得太好 再加上歐債危機 都有一個蔓延的趨勢 令整個市場方面的避險情緒 它相對來說有一個降溫 令到油價方面 本身來說 它都算是一個風險資產 當你避險情緒降溫的時候 其實都見到一些資金 拋售就是一個旗有 令到油價方面 都有一個下跌壓力在 再加上 除了一個避險因素 除了一個風險慰納的因素之外 另外一方面 本身美國方面的一些經濟數據 都見到經濟下行的情況 使得市場優雷 未來方面 原油需求會有削減 再加上 過去來說 是一個供求的關係 可以分析到 過去的一個月 沙特阿拉伯和另外一些產有過 都有私底下一個增產的行動 令到油價方面 更加有一個下跌的壓力在 現階段來說 近這兩天 油價反覆回升至近90美元 但如果要進一步上破90美元 進一步上市100美元 現階段來說 機會相對不算太大 我自己相信 油價方面 都會在80美元至90美元 一桶的水平上落 我們看看油股 下午的表現是怎樣 中石化跌1.16% 7.52 中石油升半個百分點 做9.74 而中海油做14元 跌1.4% 近期中石化306個表現 真的很好 你覺得這隻股份 對看法會否有改觀 自從它出了中期業績之外 我自己對中石化方面的看法 其實都有一個改觀的情況 說到公司過去來說 雖然上半年看到原油方面的價格 有持續上升 理論上對電油業務的打擊 相對比較大 但中石化本身的成本控制能力 相對做得不錯 令到虧損較市場預期為小 再加上按牌來說 油價也是 高位方面 在210美元的水平 有一個遠處的回跌 最低的甚至跌穿了80美元 對中石化來說 其實算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近期三大油股之中 如果你要選擇的話 我自己會首選中石化 第二才會選中石油 最後會選中海油 好,謝謝Hannah Dia Tanner,申報一下 剛剛講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有發達趕唱的環節 看看現在內地股市 上證指數下跌3點 做2512點 而滬深300指數下跌5點 2773點 而深淨城指下跌9點 做11001點 看看港股 現在跌160點 做198887點 而國企指數下跌40點 做10504點 成家額有375億 期指是跌120點 做19845點 低水是47點 成家量有45000多張 待會回來繼續有發達趕唱的環節